今天會繼續和大家討論英格蘭 明天會看意大利的賽斯和法國 如果我有時間看葡萄牙對塞爾維亞 看完就和大家再討論它 討論到星期五 星期五有什麼呢? 星期五就有晚上9時 如何討論英超呢? 當然是和大家準備回看球會的賽斯 當然我會和何輝討論國際賽斯 大家可以留意星期五晚上9時 現在就討論英格蘭作客黑山 這場是歐洲國家杯的外圍賽 由於上一場英格蘭對捷克時 打4231主攻打得不錯 所以這場繼續用4231 上一場的問題就是拉邊的情況不夠多 而去到今天拉邊的情況 其實比上一場更加理想 是有進步的這一點 一開播的時候 就是史達寧左邊 奧道爾右邊 是有嚴謹地拉邊的 雖然我們還是看到有少少老鼠拉龜 但是其實情況也算是不差的 因為是有拉邊所以起碼可以猜到上去25下的區域 是有這方面的能力 如果拉邊都不拉的話 今天的情況是可以很差都可以的 事關黑山這一邊主場之餘 還要打442鐵桶 不拉邊的話 就插針也插不進了 那就可以連差上去25下的區域 這個做法都做不到出來的 是可以這麼差的 那你會問 為什麼有拉邊 為什麼還有少少老鼠拉龜呢 答案就是英格蘭 在這個主攻的結構裡面 還差一點點東西 那還差什麼呢 還差一個成熟的主角 迪利艾利 沒錯 他是很有天分的球員 但是他還差一點點經驗 還有成熟度 最近他是有進步 但是你說要他進步 去到國際賽層面 國家隊層面的主角層面上高呢 當然還是有些距離的 所以今天面對密集的時候 迪利艾利就變得有些不自在 不是說很活躍 就決定不了什麼時候現身 問題就是這一點 結果就有點像忍了影 這樣的話就會變成沒有主角 英格蘭變成沒有主角 引領攻勢 少了中路的創作 如果就是迪利艾利日後成熟一點的話 可以多一點翻後拿球 到處走引領攻勢 他就可以慢慢潛上去禁區頂 再禁區頂面向前面做主角做創作 世間上當然 竟然做得最好的兩個人就是美斯和大衛雷 大衛斯華 不是大衛雷斯 大衛斯華和美斯 但是呢 要做到他們兩個的高度 就真的很難下 英格蘭唯有 就是讓迪利艾利看看可不可以再進步 但是急都急不來的 迪利艾利 有進步的了 但是他在業次始終不是經常做主角的嘛 今季還要長期受傷 所以他暫時就還未合格 今天就叫做無主角 所以就沒辦法幫到兩邊的六頁 兩邊的六頁有時會沽軍作戰 找不到隊友連結的話 就被迫要自己突破 所以英格蘭今天的第一個入球 也是靠死球 而且這個入球還要不是打開紀錄 而是攀成平手 16分鐘的時候英格蘭曾經落後過 曾經是要打逆境波 那黑山就偶然面對英格蘭的密集的時候 竟然靠了少少運氣 就進入球 那黑山的組織當然不是說很漂亮 但是有些運氣 不打不撞入到禁區 那個球怎麼都跌回到黑山那裡 結果就這樣入禁區搞定了 不過這個防守上高 英格蘭的防守球員的確太過斯文 就不夠貼身 就不知道是不是輕敵 總之英格蘭今天是曾經要打逆境波的 還要用死球攀成平手 上半場的頭30分鐘 英格蘭當然是打得沒有說服力 不過由30分鐘開始 我們就怎麼都要稱讚一下英格蘭的教練修夫基 他就把左右兩隻翼掉位 這個舉動是立竿見影的 去到38分鐘 就真的看到有用的 這個調動之前我們看到史特寧的內切入是沒有東西看的 奧道爾在右邊 也是孤軍作戰 但是調位之後就不同了 調位之後奧道爾 就在38分鐘成功 過來左手邊之後 馬上內切入搞定了 奧道爾打左邊 內切入的步伐 又真是好過史特寧 而這個奧道爾內切入的成功率 就強過史特寧 高過史特寧 有了這個左手邊 奧道爾內切入去中間之後 就可以暫時舒緩了 就是欠缺主角的問題 所以就要稱讚 就是修夫基的這個臨場應變 而且史特寧過來右手邊之後 又好一點 找回他適合的位置 史特寧在右手邊 又做到事 去到下半場的58分鐘 史特寧右邊突破到 入到禁區底線地波傳中 產生必入球 拉開記錄 79分鐘 史特寧 直接右邊那裏 右邊那裏插入去 接應 Henderson的美直線 傳送 直接入禁區 自己搞定 所以修夫基這個臨場應變 真是很關鍵 你可以質疑修夫基為何正選 不用史特寧右邊 就奧道爾左邊 為何不早就這樣擺 要臨場應變 但是你也要稱讚他是有臨場應變 起碼是有 臨場應變 而且我很同意有兄弟所說 有兄弟的留言 留言得很好 他就說 國家隊的教練很多時候 都是參照 球會 那時候 球員的說明書 例如史特寧今季 在萬城 很多時候打左邊 那就擺國家隊 下去左邊 奧道爾 車路士今季 很多時候打右邊 現在國家隊先擺著右邊 所以來到國家隊就擺著一碗線 去到比賽的時候看到有問題 才臨場應變 其實反過來 今天修夫基的舉動 這個臨場應變 都可以 跟球會說回 即是說 奧道爾打左邊好一點 史特寧打右邊好一點 不過我都相信 哥迪奧 怎會不知道 史特寧打右邊好一點 上一季也是打右邊好 不過今季 出現了輪換的方針 所以有時候 斯特寧要遷就馬列斯 所以他要 打左邊 沙利 亦很有可能 知道奧道爾打左邊 一定好一點 奧道爾其實在今季車路士 季初的友誼賽的時候 又長期打左邊 不過 到夏薩特出回來的時候 那個位置 給了夏薩特 夏薩特當然包辦 左邊和中間 所以奧道爾遷就 夏薩特 未要打右邊 所以 我都不打算 責怪以上提及過的 三個教練 的確 有時候 放了球員 到別的位置 是要遷就 輪換 政治的 因素 或者其他 球員的問題 而且 我都理解 今天英格蘭 underlap 這方面 是沒有上場那麼好的 這個 跟黑山 擺4-4-2 鐵桶有關係 對方 四個防守中場 包了禁區頂 所以 很難讓你 在禁區的兩邊 underlap 所以 拉邊 反而變得很關鍵 你underlap 被人封住 就要拉邊 而英格蘭 今場 是有意 不緊地拉邊 所以 又是值得稱讚 亦都 出到個4-2-3-1 一共有三個中場中球員 怎麽都會有足夠的中場球員 是後上插入去把握機會 奧道爾 那球球 內切入之後 撿到個雞的 就是後上插入的中場中球員 巴克里 接應史達林右邊地球傳中 再產生必入球 入球球員 又是後上插入的巴克里 那為什麽今天後上插入的這個環節 是做得這麽好 原因 除了拉邊之外 就是打了這個4-2-3-1 4-2-3-1 是有三個中場中 所以 就會分到一些人手下去 就是後上插入 那怎麽都好過 就是之前的3-4-3 3-4-3 只有兩個中場中 那麽就不夠人手了 那去到第四個入球 是反擊來的 那麽交個靚直線的 又是巴克里 那巴克里 今天是打得很好 除了受惠於這個結構 他可以很多時候上插入之外 其實你都見得到 就是他本身 他自己 今季 都是有些進步的 那麽這個 就是跟他在車路市 學了一些新的東西有關系的 那麽以往 這個愛華頓 就是 就只是打反擊 那麽但是去到車路市之後 他就學會了半場的陣地戰 空球在腳 那麽視野曠闊了 所以最近成熟了一些 那麽在這個4-2-3-1的結構裏面 有人做主角 有人做防守中場 那麽第三個角色 巴克里這麽的角色 就是可以 事上後上插入 那麽再一次說 就是4-2-3-1的破密集能力 怎麽都好 就是3中堅 3-4-3的道理 那麽今天 那麽英格蘭就算欠缺成熟的主角都好 那麽都可以算是贏得輕鬆 那麽這件事 亦都令到大家明白 結構的重要性 那麽上一條片都說過的 就是英格蘭 由三中堅變了4-2-3-1之後 就出現了一個大躍進的機會 那麽這麽講過了 那麽今天呢 就和大家講另一個概念 那麽這個呢 就是 就是 只要在個人能力上高 那麽加入控球在腳的整體意識的話呢 球隊合作性的話呢 就是已經可以很 不錯的了 多厲害的了 那麽 再連熟一點 有主角的話呢 就很厲害的了 那麽最關鍵的呢 就是現在英格蘭呢 就是沒有以前那麽老鼠拉龜的 開始破到密集的 那麽所以呢 是要恭喜英格蘭的 那麽今年呢 出現了一個大躍進的機會 那麽今年出現這個機會呢 就是之前20年以來都沒有出現過的 而這個機會爲什麽會產生呢 就因爲出現了一個20年以來 這20年以來都沒有出現過的概念 就是這個控球在腳的整體意識 其實就是一個整體的合作性的概念來的 那有了這個合作性之後呢 就無論面對密集 或者打反擊呢 都會有些合作性的 那麽以前20年以來呢 英格蘭呢 就真是沒有什麽合作性的 無論是面對密集也好 就算你說打反擊也好 其實都是媽媽的的 1990年呢 我覺得OK的 96年呢 他們自己主辦歐洲各個杯 其實那一年都歐歐的K的 那當時也有加斯居來做主角 那隊友也是有合作性的 但是呢 一去到1998年 這班新人一出來呢 大煲了 這班新人就大鑊了 好差 整體意識 即是呢 20年前 那就是完全 只可以靠死球 以及 那些孤軍作戰的個人能力 就算打反擊呢 都是靠奧運一個自己跑 98年 2000年的時候其實都是 靠死球的 2002年又是得死球 2004年呢 就更大 什麽事呢 鐵桶陣冒起呀 2004年 那所以呢 多了要面對密集 英格蘭連打反擊的機會都沒有了 英格蘭呢 面對密集的攻勢呢 只有四個字可以說完 那就是 老鼠拉龜 04-06年呢 其實就沒有什麽太大的分別 2010年呢 就更慘了 因為為什麽呢 沒有了碧涵 沒有了碧涵呢 即是說死球都沒有了 死球都沒有了 2012年就不知道英格蘭在打什麽 都是一個 算是一個恥辱的年份來的 這兩年 踢到很差 不知道他在做什麽 2014年呢 就好像想轉玩地球 但是有形無實 同樣是這個 老鼠拉龜未有概念 16年呢 靠死球 100年是靠國球 不過呢 來到今年 2019年呢 我們開始 就看到他們 有些控球在腳的整體合作意識 這個呢 很可能啦 就是跟 哥迪奧娜的足球概念 登陸英格蘭 超級足球聯賽有關 但是登陸了兩年之後呢 那些球員開始 滋滋地 就是 要怎麽做 開始不是有形無實啦 有形亦都開始有實實地的 情況出現啦 那可能啦 對於英格蘭球迷來講呢 哥迪奧娜遲了來英格蘭的 遲了登陸英格蘭的 不過呢 哥迪奧娜呢 亦都真是沒有什麽可能呢 08年就登陸英格蘭的啦 事關他呢 都要到08年才開始起床的嘛 那但是呢 如果讓我們幻想一下的話呢 即是幻想一下 哥迪奧娜08年就開始執教車路士 或者尼密浦 那麼去到2010年呢 就有可能令到 謝拉特或者林柏特呢 有控球賽的概念 甚至乎呢 就他們事但一個呢 就有 做主角的概念 那事但一個做主角 後面一個呢 就是打厚一點 退後一格的話 那他們兩個就合作到啦 那就可以合作啦 有整體意識合作到啦 就不會好像他們兩個撞毀啦 兩個變成呢 在當時就不會一起合作啦 那如果他們兩個合作到 再感染了當時的英格蘭國家隊 可以控球賽的面對密集 破密集的話呢 那這個2010年的英格蘭國家隊呢 就很恐怖啦 非常之厲害啦 因為呢 2010年的英格蘭呢 其實呢 個人能力是 比現在強的 當年的個人能力呢 其實比現在更強的 朗尼的個人能力呢 就很強的 那只不過呢 就真是沒有什麼控球賽的意識 即是一味呢 只是懂得要快 嘻嘻含含含 那但是呢 一面對密集呢 就不知 怎麼做的啦 那當時曼聯呢 就是打得太過多 快攻反擊啦 就不太重視控球賽的 那謝拉特啊 林柏特的情況 都是一樣的 即是你現在找一下 英格蘭的中場中球員 有沒有誰的個人能力 會比謝拉特和林柏特 肯定是沒有的 那但是當年的謝拉特和林柏特呢 就是不懂得面對密集的 因為利物浦和車路士 當年呢 都是打反擊的 面對密集也是不知怎麼做的 那當時英超的裏邊呢 就是沒有人想過 我是可以用主攻 控球賽的方法呢 去拿英超冠軍的 直到去到上一年的季初 萬成仲未拿英超冠軍的時候呢 當時我和Larry哥做封閉直播的時候 都會有人打進來跟我說呢 就是說 即是 用主攻的方法呢 是沒有可能拿英超冠軍的 那當然事實呢 就是一年之後呢 或者叫八個月之後呢 就證實了是 用主攻方法就拿了英超冠軍 那這些概念呢 即是說之前那些概念呢 控球賽不行呀 不可以呀 拖不得密集呀 老鼠拉圈呀 只可以打快球呀 這些概念呢 浪費了那一代的 很高身價 整體能力很強 個人能力很強的球員 浪費了這一代的球員的青春 即是你可以再想回呢 就是 奧運的個人能力也是很厲害 是吧 但是又不是很用腦踢球而已 一味靠衝的 那當時呢 就是有太多這一類型的球員呢 就充積著整個國家隊 那結果呢 你這樣的話呢 就會埋沒了少數呢 是用腦的球員 即是包括呢 就是史高斯 舒凌涵這些 當時他們呢 其實都是用腦的 但是身邊你很多隊友 都是不用腦自己去 那你都不能選擇的 你不能搞的 影響 即是你 不能夠啟發到這些隊友嘛 你只可以呢 就是給他們孤雲作戰 而自己也都不知道怎麼做好呢 就是當時英格蘭國家隊的情況 那所以呢 國家司居來 家司居來都算是一個 幸福的天才的啦 即是九零年 九六年的時候 那些隊友呢 都是有些合作性的 那還有呢 就是當時的足球風氣 就沒有那麼多鐵桶的 比較少面對密集 但是 去到二千年打後 鐵桶陣一出現了 再加上英格蘭的本土清分 就固步自封毫無寸進呢 就足足摧毀了英格蘭國家隊 二十年的青春啦 那就希望啦 今年的開始啦 好好去把握這個大躍進的機會啦 好好去感恩 還有呢 把握哥迪奧納帶過來的 這個呢 就是破密集的 是空球賽的概念啦 希望收夫基可以複製 就是曼城的打法啦 那也都呢 希望車路士可以繼續玩 即是各大球會通力合作 啊 學習多些破密集 控球賽的主攻的概念 一起呢 就是合力去製作出呢 英格蘭國家隊呢 這個新黃金一代的這個呢 這個局面呢 希望他們可以好把握啦 祝福他們啦 來到這裡呢 也希望那麼多的兄弟呢 可以祝福回小弟呢 方法很簡單的 就是卡廣告啦 卡廣告彈一些廣告 視章出來 播完廣告片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幫到小弟 有一點點的收入 那麼小弟呢 就會受到大家呢 就是祝福的啦 非常之感恩 那另外呢 就是 可以有個尊嚴去生活下去 以及繼續堅持到每天免費 為大家出一下片 聊一下波經 那樣啦 記得要呢 就是 不要呢 就是鬆懈 繼續堅持呢 去做這些動作啊 那記得要訂閱 按下鐘仔啊 接收回 小弟的新片通知啊 那 那 講到哪呢 這裏呢 沒錯啦 講到按廣告的方法 那這一個呢 就是iPhone的朋友啦 那你留意到呢 就是你按廣告 彈一些廣告 視章出來呢 這條片都還會繼續播 可以繼續放膽做 其他手機可能會有些不同 不過希望大家 隱讓一下 彈了廣告視章出來 就是回來 就可以看回我的片 那跟著呢 就是一個 版面設計那裏呢 手機就每部一樣的 就是片的下面有固定的廣告字眼的地方 記得要按下去啊 彈一些廣告視章出來 就這樣就能幫到手的啦 那這個呢 就是電腦那裏 記得要關掉 檔廣告程式 才發現 就是電腦片的裏面 有Banner廣告 就片的右邊也都有 廣告 希望大家呢 就是 Click下去 彈一些廣告視章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也會時不時 片的任何位置呢 插入廣告片啦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呢 亦都可以在廣告片的裏邊 找廣告link Click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呢 那條廣告片的左下 手機的話 廣告link那條廣告片右上角 那麼我們呢 就是可以 可以這個呢 就是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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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